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是李永乐老师 前几天中国的神舟12号飞船 带领三名宇航员成功返回了地球 在6月份的时候也是这一艘飞船 带着三名宇航员来到了太空中的中国空间站 也就是天宫号 进行了为期90天的各项任务 如今这些任务都已经圆满的成功了 天宫号空间站是中国第一个可以常驻太空的空间站 它的设计寿命在10年以上 在此之前比较著名的空间站 有前苏联的和平号空间站 以及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空间站 那么有小朋友就问我说 我们都知道飞机能够飞上天 是因为飞机有翅膀 受到空气的上升力 火箭能够飞上天 是因为火箭向下喷射燃料 那么空间站既没有翅膀和空气的上升力 一般也不向外喷射燃料 为什么空间站不会从轨道上掉下来呢 那今天我们就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对于为什么空间站不掉下来的问题有几种回答 比如说有的小朋友说因为空间站离的地球太远了 所以就不受地球的引力了 还有小朋友说因为飞到太空里之后 地球的引力和太阳的引力 月亮的引力就抵消了 所以空间站不掉下来 这些说法都不是正确的 我们有两种理论可以解释它 比如第一个 我们先可以从向心力的角度来解释 为什么空间站不掉下来 我们看 假如这是地球 我们都知道地球会对物体有一个吸引力 那么这个吸引力就是万有引力 你在地面上的物体会受到万有引力 就算是你飞到空中去了 其实也会受到万有引力 万有引力F 万有引力F跟什么有关呢 其实跟你到地心的距离R有关系 万有引力的大小 我们有一个公式 叫做F等于G乘以大M小M除以R方 我们看这公式 大G叫万有引力常数 是一个不变的量 大M是地球质量 小M就是这个空间站的质量 R就是这空间站到地心的之间的距离 你会发现距离越大 这个万有引力就越小 但是一般来讲空间站飞的都不高 地球的半径有6400公里 而空间站离地面只有大约400公里 不到的这么一个距离 所以说空间站上面的这个重力 虽然比地面上的重力小了一点 但是小的不多 它其实是还受到万有引力的 那么它为什么没有掉下来呢 就是因为这个空间站在运动 说运动为什么不掉下来 咱们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物体再往前运动的话 凭借惯性它应该做匀速直线运动 而脱离地球的引力 对不对 那么它为什么没有做匀速直线 而做匀速圆周呢 因为地球有力拽着它 这就好像是一个链球一样 我们用链子给球一个力 这个球才能维持圆周运动 就是你需要一个指向圆心的力 你才能够维持圆周运动 而这个力叫向心力 向心力也有一个公式 你想维持圆周运动 向心力大小是m乘以v²再除以r 这个m就是空间站的质量 v是速度 那r就是空间站轨道的半径 如果你想做圆周运动的话 你的向心力就应该这么大 那么很显然向心力是由谁提供的 是由万有引力提供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就想这两个数应该是一样的 那么它就能做圆周运动了 是吧 当万有引力等于向心力的时候 这个空间站就刚好做圆周运动 我们让这两个式子相等 把小m约掉 你就可以把速度算出来 这个速度v是等于根号下 g大m再除以r g叫万有引力常数 6.67乘以10的-11次方 你由米方每千克方 这叫万有引力常数 地球有个质量大m6乘10的24次方千克 地球的质量非常大 是吧 然后这个r就是空间站到地心的距离 天宫号空间站到地面的高度大约是400公里不到 然后地球半径大约是6400公里 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距离大约是6.8乘以10的6次方米 也就是6800公里左右 你把这个数据带进去 你就会算出来 天宫号空间站的速度是7.68千米每秒 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空间站正好是这个速度 那么它所需要的向心力就正好被万有引力给提供了 所以它就能做圆周运动 那咱们思考一下 如果这个空间站的速度比这个快会有什么结果 如果空间站的速度大于7.68千米每秒 那么这个时候万有引力不会有变化 那你到地心的距离还是这么大 万有引力不变 但是你需要的向心力就大了 就是说你如果速度快了之后 你就需要更大的把你往里拽的力 你才能够维持圆周运动 但是万有引力却没有变 所以此时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一旦速度要是大于这个值 它就会往远了跑 就是所谓的离心运动 那它可能不能完全跑出去 它会做一个这样的运动 做一个椭圆轨道运动 以出发点为这个近地点 是吧 所以这种运动我们称之为离心运动 就是你会稍微跑得远一点 当然你如果速度足够快 你就会脱离地球的引力 跑到无限远处 如果速度只是大一点点的话 它会做这样的一个椭圆轨道 那么咱们再说 假如空间站的速度小一点会有什么结果 小于7.68千米每秒 那又如何 这个时候你所需要的向心力就变小了 但是万有引力还是那么大 它往里拽的力比较大 你需要的力不用那么大 所以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 这个时候它就会往里边降 它就会做一个这样的运动 它就会往里边走 往里边走 往里边走 然后再回来 是吧 我画的不是很准 大概是这意思 它也会做出一个椭圆来 但是这个椭圆以出发点为最远的点 叫远地点 那么这种运动我们称之为什么运动 我们称之为向心运动 向心运动 所以说你速度合适 你就做圆周运动 不掉下来 因为万有引力充当了向心力 如果你速度大的话 你就越来越远 对吧 做一个越来越远的这么一个椭圆 如果你速度小的话 你就做一个越来越近的这么一个椭圆 事实上一个航天器 如果你想回到地面上 也是利用了这种原理 就是你本来是在这个绿色的轨道上转圈的 然后你就减一点速 减一点速 你的速度就小于这个标准值了 对吧 于是你就会做一个越来越近的运动 当到某一个点的时候 其实应该就是相对应的这个点 这个时候正好跟地面相切 你就可以回到地球了 是吧 理论上来讲就是这个样子的 这就是第一种解释 我们说地球对空间站的外有引力是存在的 但是它充当了空间站圆周运动的向心力 只要你速度合适 你就既不远离也不靠近 对吧 好 这是第一种解释 那其实我们还有第二种解释 第二种解释 我们可以使用速度叠加的方法 其实本质上外有引力充当向心力和速度叠加是一回事 只不过我们就有同学非要问我说 为什么受到外有引力它就不往下掉 咱们如果非要解释清楚这事的话 我觉得用这种方法可能是更简单一些 咱们看 我还是画一个地球 还是画一个地球 然后空间站在地球的外围 它不是受到了一个万有引力吗 既然它受到了万有引力 它理论上来讲就应该往下掉 对不对 那么这个掉就跟地面上差不多 地面上你一松手 一个物体会自由落体 自由落体的时候它是加速的 对不对 所以往下掉有一个高度 这个高度是多少 这个高度是根据运动学公式叫1·2 gt² 咱们看这个g叫重力加速度 9.8米每2·2秒 这个t叫时间 也就是说你自由落体之后过了1秒钟 你根据这个公式一算大约下落了5米 你过了2秒钟 根据这个公式一算 你大约下落了20米 是吧 所以越往下落越快 空间站和地面上差不太多 只不过空间站往下掉的时候 因为它离地面稍微远了一点 所以加速度会小一些 我们先说一下空间站的加速度有多大 咱们看空间站受到万有引力 跟刚才计算一样 万有引力等于 g大m小m除以距离的平方 对吧 根据牛顿第二定律 加速度等于什么呢 等于受到的力再除以质量 那么你根据这个理论你就会算出来 空间站的加速度应该是 g大m除以一个距离的平方 我们把这些数据都带进去 你就会发现这个空间站 它的加速度跟地面上比稍有不同 地面上的加速度是9.8米每2次方秒 而空间站处的加速度是8.8米每2次方秒 你看 它还是受到重力的 只不过这个力稍微小了一点 加速度也小了一点 按说如果空间站没有出速度的话 它就会以这个加速度往下掉 最终它会掉到地面上 对不对 但是因为空间站它是有一个水平速度的 所以它实际上运动时参与了两个运动 你注意看这一块 很有意思 它是往前走了一段 比如说走了很短的时间 那这段距离是不是就是vΔt 这是它参与的第一个运动 然后你同时还参与了一个往下掉的运动 所以同时它又往下掉了一个1gΔt的平方 就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它又往下掉了一点 大家仔细看 你出发点是在a处的 你往前走一段又往下掉一段 你跑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b 你观察一下从a到b你是一个什么运动 你是不是好像是一个圆周运动一样 虽然你往下掉了 但是你到地面的高度是没变的 为什么 因为你一边横着走 一边往下掉 是吧 然后你继续横着走 你继续横着走 你就是这么走了 因为速度方向受万有引力的运动影响它会变 你又往前走了一段 这一段又叫vΔt 对吧 然后你怎么样 你又往下掉 这回的掉的方向是指向地心的 是这么走 又往下掉了个1gΔt的平方 如此这般你看起来你的运动就跑这来了 所以你还是没有到地面的高度没有变 如此这般你就反复的水平方向运动同时往下掉 水平方向运动同时往下掉 你最终就会走出一个什么来 你就会走出一个圆圈来 对吧 你就会走出圆圈来 你始终都不会到达地面上 是吧 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其实对于这件事我们还可以做一点计算 说你这个速度 就是刚才我们算出这个速度 7.68千米每秒 刚好维持缘重运动的速度在这能算吗 其实也能算 咱们仔细看 这个是a点 这个是b点 然后我在b点我做一个水平线 我在a点我做一个数值线 过地心的 然后我们假设这个点叫c 这个点叫d 中间的焦点叫e 咱们仔细观察 这两条线是圆里的两根弦 它们相交 就可以用一个定理叫相交弦定理 什么叫相交弦定理呢 我们随便画一个圆 然后在圆内我们画两条弦 是吧 这两条弦比如说是ad 还有bc 随便画 不一定非得要过圆形什么的 焦点的叫e 那如果有了这个相交弦的话 那我们就会有ae×de等于be×ce 它们两个就相等 就是这一段乘这一段等于这一段乘这一段 这叫相交弦定理 是个数学定理 咱们就不证了 回过头来把这个数学定理用到这张图上 咱们来看 那是不是就是be×ce等于ae×de 对不对 be和ce都是多长 仔细看be和ce是不是都等于上面这一段 就是v×一小段时间 对吧 所以我们利用这个be×ce等于ae×de 我们用这个规律 be是多少 是v√t 对吧 ce是多少 也是v√t 好 等于aeae是多少 ae是不是就是这一段 就是在很短时间√t内它往下落的这个距离 我写上了g了 其实应该是a 对吧 应该是这个加速度a 我把它改成a×d√t的平方 这个a就是空间站的加速度 而这个d√t就是很短的时间 然后再乘一个de de是什么 咱们看 de是这一段 ad是直径 也就是2r 而ae是不是非常短 因为d√t很小 所以这一段很短 那底下这一段是不是也接近于2r 对吧 这要近似一步 它等于2r 好 左边等右边之后你会发现 这里边d√t和d√t方是可以约掉的 2和2是可以约掉的 所以你就可以计算出v了 v是√ar a又是这个结果带进去 答案√m√r 你会发现和刚才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完全一样的 7.68千米每秒 你达到了这个速度之后吧 往前走同时往下掉 之后的结果相当于没往下掉 对吧 因为你往前走 你离地面就高了 你往下掉又回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相当于没有往下掉 因此之所以卫星不掉到地面上 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理解 就是你实际上是在往下掉的 只不过你因为水平方向有运动 你还在往远处走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你没有掉下来 咱们仔细思考 那么如果速度小于7.68千米每秒 会有什么结果呢 刚才我们说到向心运动 为什么 你如果水平速度小于7.68就说明你水平走的不够 而数值走的跟刚才一样走到这了 那这样一来你想一想你是不是离地球又近了 对吧 你最终可能就会走出这么一个轨道了 那么这就是一个向心运动 那么同样道理 如果你速度大于7.68千米每秒呢 咱们仔细思考 这个时候就会做离心运动了 为什么 因为你水平速度大 是吧 同样的时间内你水平方向走的多 但往下掉的少 你跑这来了 那你想你是不是就越来越远 你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轨道的运动 对不对 逐渐地出现了一个离心的轨道运动 所以通过这种速度提交的方法去研究问题 其实也是非常方便的 有一年北京的高考题就出了这么一道题 它说如果我们平抛出一个小球 速度比较慢的时候 它就是一个抛线运动 速度足够快了之后 它就是一个圆周运动 请问为什么速度慢的时候是抛线 速度快的时候是圆周呢 这个问题官方并没有给出标准的答案 大家不妨在评论区里讨论一下 天宫号的设计寿命超过了十年 而且一般都会超期服役 在2021年的10月份的时候 我国会发射神舟13号宇宙飞船 再次带领三名宇航员来到天宫号的核心舱 进行为期六个月的长时间驻扎 这也标志着我国宇航员常驻太空的开始 让我们预祝下一次的任务圆满成功 大家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可以在YouTube帐号订阅老师订阅我 点击小铃铛可以第一时间获得更新信息